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王天一据说是签约了或者入职了杭州区 王天一也是在外边漂泊多年 如果要有一个理想的归宿也是非常不错的 当然王天一的旗大家对他还是非常关注的 这次高岗杯他也是发挥很出色 经常有人问我天一是北京人又是你们北京队培养出来的 怎么没有在北京队落后 我说天一跟我们关系也是不错的 我从小也带了他多少年 最主要可能杭州各方面的这种氛围 包括收入都比我们北京明显好 所以北京没有留住他 我说现在市场经济也没有办法 当然天一的旗下台还是不错的 也是最受关注的 这次高岗杯又取得了冠军 同时也是第三次王天一夺得这个比赛的冠军 高岗可能大家这个名字还不是那么熟悉 高岗是位于江苏泰州市的高岗区 那就是说的泰州呢 大家对这个城市应该比较熟悉了 是比较有名的城市 这个高岗区呢 也是连续的五年 第五届的举办这个象棋的青年的比赛 也是给这个青年棋手增加一个 很好的一个比赛的平台 对 女子赛场呢 也是吸引了很多这个年轻小径去参赛 像浙江的这个女子大师吴可欣 就是高岗杯获得了三连冠的好成绩 也是高岗杯成长起来一个女子棋手 这个呢 也有也有的朋友说呢 这个王天一可能作为这个第一高手 青年赛就不该去了吧 是 这个呢 实际上是各有利弊 因为这个青年赛呢 就要是从身份上来看吧 王天一去呢 是有一点 觉得是这个重量级的选手 去参加青年级的比赛 多少给人家这么一个印象 但是这些重量级的选手 参加这种比赛呢 也给这个比赛呢 提高了一些层次 对 因为郑维彤啊 王天一啊 都参加过这个赛事 对 所以说这个 有比赛去参赛呢 作为棋手来讲呢 也是名正言顺的吧 也是一种 常见的这种思维 那么针对对手 何文哲 他也算现在的队友吧 何文哲是浙江温州人 他走炮尔平寺呢 黑方选择了马八进七 选择视角炮开局 然后黑方是走马八进七 对 照这个视角炮 以往黑方感觉 不是都走环中炮 或者是挺个七族 这个棋是这样 这个 是 因为你 你就说 谈谈你提这个问题吧 是 有的时候 就是 岂有啊 老师 是不是我们太死板了 不是 也不是你死板 你的这个认识肯定 那算水平很高的了 因为我看的很多 就是环中炮啊 挺个足什么 这个马八进七的 也是可以的 是 因为你走当楼炮 我也可以上马 你走上马 我就为什么不能上马呢 你走又 这个子 我也走这个子 这也很符合其理的 对 所以说现在经常网上流行什么 某一个什么人讲 一个布局 讲得很深 对 其实啊 这个东西啊 有的时候你光讲套路是不行的 对 你还要是对棋的这种认识 认识一定要 对 比如说 我看看毛补大师讲的这个 当头炮 讲的这个公共炮 视角炮 我觉得我对这个布局很理解了 对 其实你看了吗 这个相机大师走这个棋 他也走不好 可能只是你对某一个变化很了解 所以说 你有懂千种布局 你不如这个对棋里的这种理解重要 对 最主要是什么呢 你要这个阵型怎么协调 是 这个什么是好 什么是坏 这个要分得清 很重要 对 黑方这个骑马局呢 也可以 也是一个正招 黑方炮 G98 G98量局 红方马二进三 黑方就直接炮八瓶酒 这个骑黑方走 出来的很快 黑方这骑走足三骑也是可以的 都可以 不走三步虎 对啊 也挺得住 这个骑也没有问题 对 他实战呢 是先亮了鞠 王天一呢 对待这个何文哲呢 年轻的骑影大师呢 他采取策略呢 比较鲜明 对 就是呢 步走最常见的棋谱 然后给你脱谱 争取跟你战斗 脱谱以后呢 这些年轻的骑手呢 他临场的分析和运势的能力呢 可能就要比方天一就有差距了 所以王天一是赢在这个地方 对 他在这个布局的选择上 有自己的一个方法 这个骑呢 走到这儿呢 就是红方正招就只能马化尽气了 没有更好的招务 跳马 对 然后黑方足三骑 足三骑 对 这个骑倒是有变化 这又是一个 因为红方有炮八瓶酒 有向西用 还有跑八瓶四 跑八瓶四 因为跳这个马是比较正常的 对 这个骑就是红方先手十九炮 黑方是一个三不五的阵型 对 红方实战的走炮八瓶四 这个骑呢 我们很早就见过 不 他实战好像是走了一个炮八瓶酒 哦 他是炮八瓶酒 对 八瓶四是不是更常见的 对 炮八瓶四 他也马二瓶三 马二瓶三不怕他炮八瓶七给压上吗 那平一压我就拘一瓶二 拘一瓶二亮出来 你出去有再补七项吧 补七项 也有 是 这也属于常见 对 他实战是炮八瓶酒 对 他拼了个鞭炮 瓶酒这招骑得稍弱一点 还是稍弱一点 不如炮八瓶四好 这个瓶酒你看 他将来也是炮打这来 对 他绕了一步骑 他吃了一个鞭足 他等于 可能在这个布局上 炮八瓶四是一个常见的一个走法 对 马二瓶三 对 这时候跳马 鞠九瓶八 鞠一瓶二 对 然后他鞠八瓶四 这个骑呢 他走得比较稳 他不整去 他怕对方炮八瓶四瓶你 因为这个骑呢 你这么走呢 都感觉没有什么用 是 你这会儿要跳呢 好像也目的性不是很强 因为是不是黑方 这炮二瓶四以后 你向前进步都飞不起来了 是啊 所以说红方呢 这个局要掌局 也是自然的 黑方 炮二瓶一 瓶炮队区 然后红方就接受 把局对了 嗯 红方这个起初呢 这个思路 他就是想炮九瓶四 去打这个兵 对 不然红方这个手 走狙一也是可以 你马上去看他 狙一瓶八 狙一瓶八 再调过来 但是呢 可能作为先手来讲呢 觉得先手一死不大 嗯 因为对方可以 去八瓶四升起来 你在交易三 对方先对足 对 他可能觉得这个棋 能守住 但是呢 感觉这个先手呢 一点积极也没有 那何文哲呢 作为这个年轻的棋手呢 好不容易在大赛当中 碰到王天忆 他也希望能够 有这个 学习的机会 那就得出手 所以他直接就炮九瓶四 嗯 黑方马二进三 黑方跳马 因为你要炮九瓶三呢 对方会像七季五 像七季五以后 这三路炮呢 嗯 暂时呢 没有什么好位置 他所以选择炮九瓶七 对 炮九瓶七呢 同样黑方呢 有这个马三级 这个炮九瓶三 这个棋啊 棋谱啊 最早啊 九年代初就下过 啊 这么这么早的一个棋 对 我也下过这个棋 我下的黑的一模一样的棋 那照顾这个棋 是不是红帮 有没有多兵的一些机会啊 红帮是多兵啊 但是黑方子力快 这个红的也难占便宜 是 这个棋呢 给我印象挺深的 就是红帮后手呢 走这个棋啊 曾经战胜了 那个青岛的 现在的象棋的秘书长 嗯 叫刘凤军 也是当年象棋的 代表青岛参赛的一个棋手 对 这是就在九十年代下的 是九三年 是青岛有比赛吧 大概就是 在那个年代下的 九年代初 所以这个棋谱啊 就是我们这些棋手呢 就是一看这个 都知道 大概的出处 而知道 这个棋好还是不好 是 这个可能何文哲呢 作为这个年轻棋手呢 走到一个老谱当中呢 他可能就不太熟悉了 但这个棋 就是黑方呢 应该说呢 是比较满意的 所以红方呢 在布局 这个泡泡拼酒 这个选择上 之后这个变化上呢 就说可以说是 没什么意思 可以说黑方是 已经取得了一个 满意的一方面 对 就是黑方呢 这个 行动起来呢 反而是 比较有潜力的 对 所以说这种棋呢 你看 为什么你见不到呢 就是由于红方这种走法 本身呢 容易吃亏 是 他是这时候先补了个像吧 对 反正补像 人家也等你 你先打人 也买一架 这都一样 对 然后黑方也得像 进进五 黑方也 我找找 这个棋啊 又到了一个 这个关键的理念 我们刚才说啊 不拒绝大 红方是没有便宜了 是 那没有便宜了 现在已经是终于 对 没有便宜了 那么黑方到底能好多少 这个呢 就是一个理念 是 在实战当中呢 你要有一个正确的判断 对 然后怎么处理这个局面 这个就是棋手的能力 这就是水平 是 这个棋呢 就是分析来看 就是最主要 红方啊 这个阵型啊 虽然说多兵 像你所说 但是呢 它不好发展 对 红方好像这个 每个子儿 好像有点 对 收质的感觉 红方这个棋 都不好发展 只好呢 现在来啊 这个球都平稳 对 所以现在这个棋啊 要制止对方 将来这马尔金寺 马尔金寺 这种威胁 就应该直接去送兵 就是 毫不停留的 那不是让红方 让黑方过了个兵 过就过 你过一个兵以后啊 这个棋啊 我就换掉你 对 足三平二再吃了 然后这个棋呢 就是大致是什么棋呢 它正好有这么一个手段 炮射筋寺的这个手段 炮射筋寺 对 准备冰三进行过兵 那G8进三 先防御 G8进四 然后我就 再补一个试 再补试 这个棋 你看现在是兵族呢 红方还是多一个兵 对 是吧 因为刚才红方吃了很多兵 是 吃了一个兵 这个棋还问题不大 就是什么意思 你诸和我有对局 对 然后我将来老有对局的棋 我这两个炮就生卡在这 我将来就盯着这个对局 等于说以后看机会下残局 这两个炮呢 暂时黑方还真制不了它 对 下残局呢 因为如果把具对了 这个兵是通目兵 这个棋 黑方呢 就是尽管是满意 但是红方的这个棋呢 还是最大程度的给黑方 这个进一步扩大 反显着这个局面呢 制造出难度 对 所以这个地方 红方这个对兵呢 是很重要的 弃兵 或者说 对 等于说是要把黑方 这个非常灵活的二路马 给消换掉 对 因为红方啊 这个棋啊 如果狙击 这个地方不安全 因为你是拱了 你要是这个项 你可以狙击 对 所以说项棋非常讲究 这个子力的配合和协调 对 三项的话 这个边部总是 对你一掌 这个将来你右翼底线呢 会空 比如说人家将来一抓你啊 什么这个边兵 你就危险 对 所以说呢 这个棋当务之急 应该兵其 实战当中的红方 就是显得有点犹豫 对 还行马三尽四 实际上这个马呢 它是主要是防止黑方 这个马二推四回来 马二推四以后 有一个G8进三桌子炮 是 这马二推四也很厉害 马二推四就得G片 掐这个窝居了 对 所以它实际上 走了一个马三尽四条 上来 那马三尽四呢 就是黑方 这个对这个骑行呢 也认识的比较准确 对 黑方这个直接呢 就进行进攻 好 那到底黑方怎么进攻的 我们稍后呢 再为大家呢 具体的介绍 好 各位企友 欢迎您回来 我们继续给大家讲解 王提一后手迎战 何文哲的 在高广杯青年赛里边的这个对局 黑方走局 八进六 对 进局 这强点 我觉得确实通过这青年赛呢 这个高广杯的这种举办呀 给我们广大的青年棋手呢 创造了这么一个交流啊 切磋的机会 对 对于我们青年棋手的成长呢 还是有很大帮助 你像王天一还多次光临这个比赛 也是给我们这个很多青年棋手 再上上课 是 因为这胡老师说 我怎么给你上课 我就是通过实战 赢了你棋 就是最好的一种指导吧 对 就是说王提一呢 这个参赛呢 尽管是把冠军 把这个奖金都夺走了 但是对于我们这个棋手呢 对他们这个促进水平呢 还是有相当的帮助 那么这次比赛 男子啊 赵金城啊 孟辰啊 这些选手们也都去了 好像他这个规定 应该是在30岁以下吧 基本上是不是就能参加比赛 对 有这个年龄的这个规定 好像你从来没打过 女子这个年龄规定 跟男子不太一样 女子可能是24岁 或者是22岁以下 男女还有区别 对 但是女棋手呢 也是有不少这个等级分 高的区 对十几位的这种年轻棋手 对 也是带动了很多小棋手们 对的 女孩去的可能十六七岁的 二十来岁的比较多 对 男孩子呢可能就30岁左右的 像女孩子像这个 我还闹闹 我说怎么男子 30来岁的人又去的 怎么女的你们都不去呢 像我们北京队的刘欢大师 还有浙江队的唐思南 吴可欣这些 他们都去过 对都去过 然后陈信玲好像也去过一次 这个位于这个泰州的 这个高岗区 对 也是给棋手们 创造很多机会 你这个高岗命名的这个杯赛呢 应该说确实呢 我发现这个江苏啊 在咱那个江苏棋院 徐江红啊 等这些老棋手 老领导的这个 多方的促进下呢 还是搞了很多比赛 对 江苏这个以前有办过 顶级的这个聚龙杯 聚龙杯 这个全国冠军赛 还有这个聚龙杯 还在路过个人赛 个人赛 还有这个丽阳 还有这个韩信杯 也就是说这个 韩信的家乡 国际名守赛 就是淮安 淮安这个地区 搞过这个韩信杯 对 所以说江苏呢 应该也是一个相机大省 这个相机活动非常多 还有我们前两期 比赛介绍到 这个周庄碑 对 所以说这个江苏那个地方呢 应该说鱼与之乡 也是非常富饶的一个地方 可能这个 也是传统的中华文化呢 也是非常喜爱的 就是包括我们这个相机啊 当地这个 也非常重视 非常喜爱的一个传统文化 对 所以也希望呢 有更多的这个地方呢 能够多搞一些 有特色的比赛 能够给我们相机这个运动呢 加一把火 加一把柴 对 好 我们接着来介绍 黑方走聚八金六以后 红方怎么走 红方 这个时候他想起来了 对 这时候他选择了这个 进兵吧 交换 这个棋啊 现在拱兵呢 就是稍微的晚了一点 这样 这棋 黑方实战是选择了一个 马尔进三 这样的交换 他也没选择 兵三金一 保留自己的过河兵 因为呢 王天一呢 可能是想 以速度为主 对 这个马尔进三 足三金一呢 感觉速度快 对 然后能对红方呢 起到更多的这个 威胁作用 实际上足三金一也可以 对 你灯我足三平二 我现在如果足度过河 但是他可能感觉呢 这个动作慢 所以这个 进马灯了以后呢 能够 让黑方反击的速度呢 更加加快 对 然后他再足三金一 对 这个棋呢 确实呢 又是到了比较微妙的地方 对 这个象棋呢 这个较量啊 不完全是误入住力量 有时候时候 这个子力的位置 包括你这个棋子的配合 对 还有这个 棋型的结构 这棋肯定 第一个想法 肯定下午性棋嘛 先把锅族吃掉 锅族吃掉 他最主要有军玉沙浆 对 他带浆 然后你还得再回向 是 然后黑方呢 也是怎么吃兵吧 嗯 当然泡酒精四不行 他马斯水三可以简化了 对 这个可能是 居武平一啊 持兵 还有居武退一 反正就 只能是这样走吧 对 飞兵呢 也不是不行 就是 洪方也感觉委屈 对 那么何文哲呢 可能对待 王金一呢 也比较熟悉 他就拍马过河了 想跟对方的前下牵手 其实要从防御的角度来讲 嗯 还是应该先把这个 过河族呢 飞掉 对 所以说这个 刚才我们说这个象棋啊 这个有各种这个较量的东西啊 对 呃 就说怎么去拿捏把握呀 就是你的这种指导思想 你的这个人生哲学理念 都在棋盘上体验出来 是 象棋呢 现在你发现这个现象没有啊 嗯 这个很多起手啊 嗯 包括我们老一代的起手 老一代的我们就暂时不说啊 嗯 暂时不说 就是说现在王天一他们这些最好的起手来看 嗯 啊 包括洪志 包括蒋川 你发现没有 现在他们二十几岁就能达到比较高的高峰 对 而到三十岁呢 这种世仇依然不减 嗯 还是继续走高 对 啊 这前两天呢 我们几个特技大师啊 颜文青老师啊 徐总工老师啊 啊 吕进老师 我们聊 大家就聊这个话题 对 啊 就说 啊 特别颜老师啊 他这个观点 很很这个 把这个事情看得很很透 对 他就特别想调 他说你看啊 这个王天一啊 张维彤啊 当然张维彤稍微小一点 王天一接近三十了 嗯 或者说今年就可以说三十岁了吧 你看他状态越来越好 越来越稳定 嗯 他是什么呢 越来越成熟 对 心态上 对 心态上 理念上 作为一个成人来讲呢 他的思维呢 越来越整理 功夫呢 也更加炉火尊敬 那徐天宏 对 也非常喜欢这个 王天一的这个棋风 说他的棋还是有内容啊 值得这个看 徐天宏每次比赛都去赛场 他说我得看看王天一的棋 是 这个王天一呢 从小这个理念 我觉得这个棋树的 给他棋树的 就是我主要给他棋树的 还是不错的 嗯 再一个他呢 自己呢 下期特别冷静 对 而且呢 他这个思维的模式比较正确 这个很重要 嗯 你看他是不断的这个攀钩 包括其实洪文华老师 嗯 他在早年跟我交流的时候 他说我说您 奴冠军跟后来那个水平 他说我奴冠军真是运气 嗯 他说我感觉三十几岁的时候 才成熟 他跟我讲 他跟我说我四十岁的时候 他第一次跟我说啊 他说胡老师说他八十年代中后期 达到一个巅峰 嗯 胡老师是四几年出生 四五年生人 对 他感觉四十几岁啊 是巅峰 后来我 后来我再次问他的时候啊 胡老师说我感觉 二零零 就 九几年到二零零几年 又感觉又一个新的体会 对 那么从我们的仪代宗师 还是从现在的这个王者 王天一啊 他们这个身上都能看到啊 我们这个瞎象级的选手呢 包括现在这个长青树 吕勋和赵国荣 赵国荣 就是这些人呢 包括李来群这个走得比较早了 这个离开期他比较早了 都是三十几岁啊 都逐步达到巅峰 甚至四十 大家觉得还不是巅峰呢 还有潜力可挖的 是 所以你看跟围棋啊 就鲜明的对比 围棋往往是十七八岁 现在来看啊 柯杰他们 二十来岁 那个十业冠军就得了 一到三十几岁呢 就明显下坡 你看这两项棋啊 从这场 我们也可以得出这么一种比拟 就是像棋我们凭借的东西呢 不完全是计算 是很多理念的东西 理念有时候很重要 它是经验的东西 经验理念和功力 如果要是纯平计算的话 那肯定年轻人算得厉害 好 二十几岁 计算能力就能 计算力肯定是更好一些 一旦说那个胡老师 五十岁六十岁 还得过军 那计算力早算不清了 对 对吧 所以说这个 所以说这个棋的 像棋 为什么难呢 它的理念 理解难 功力呢 难于这个基点 这是最重要的 好 我们来看这个理念 你看何文哲这个理念嘛 它就有很多漏洞 我们结合这个棋来看 它现在马自尽六了 黑方就炮 就军四 给它打掉 这个冰呢 它是心不大汗 它早晚要消掉 你再不打它 猪三瓶刺 你这个G还没有出来 所以红方被迫的 把它飞掉 那现在炮鸡精打双 对 黑方也是 必须要打 然后红方 这空洞炮不能流动 就只能等 黑方杀一将 红方这个高相呢 没有必要 要远回来 所以说这个棋呢 你看啊 很快转化成 居双炮 对军脑炮 这个棋就是一个 对 这是什么特点的棋呢 是搓功夫的一个棋 功夫棋 对 这个棋啊 说赢不赢 说合不合 也赢不了 也合不了这么一个棋 红方的 黑方的兵果好 就这个棋啊 何文哲要是拿着 黑方的话 就赢不了王天一 红方 是 何文哲拿着红方 就顶合不了 王天一的黑方 是 这个棋呢 就是一个 力量的较量 对 功夫的运动 它也不是一步两步 就形成的了 黑方先走G5平3 吃一下炮 看那炮去哪 看那里面怎么走 对 他实战是走炮一瓶酒 这招棋就走错了 这棋就 这就是理念的错误 这棋就是应该 就老老实做人 规规于于做人 你走 类上规矩啊 安全啊 施脚炮 它为什么施脚炮安全呢 走 你走进九公里了 你对老帅近呢 就是你别老远离这个中央啊 别远离主帅啊 这个我们做 事情的道理也是这样 对吧 你得跟 积极向主帅靠拢 对吧 你老去边上去 该派你出去的时候 你要出去去打仗 你该回来 也得回来 你得 现在你要防守了 对 你越走 越远 对方 炮一瓶二 主要他尸脚炮 也可以金炮 有个打码 这个交换 对 他这个 他光看当前的先手了 对 但你看啊 黑方本来这个炮啊 是一个死炮 就是说他不是 没有这个兵 不是能下底炮 所以死炮呢 他不能下底炮 对 狭义上的死炮 但是这个棋呢 他正好炮一瓶二出来 那好 红方争了这个先手了 已经是先手了 对 你现在啊 你就不理他了 嗯 你这会儿就得赶快 积极这个拼抢了 居瓶三 他是居瓶三 他下底 他没居瓶三 他走炮九瓶八 然后这个时候 不能捉霜 走炮九瓶八 他走这个 你就撞 他杀一将 我就不要了 这个棋 对 红方就要抢速度了 因为你炮击瓶九 是什么概念 你是为了对炮抢速度 对 你这个局 就是为了继续抢速度 抢速度对攻 这就是理念上的 这个重要性 对 我也说你明白了吧 我要 我要这部戏说 你说我那个 给你指导十几年了 没跟你说 你也没有完全理解 对 就是他只是凭计算 我走炮击瓶九 以后怎么样 然后呢 他现在呢 是走到俗气 他是为了这个 挡住他 他又炮九瓶 他是蒸速度 结果变成速度慢了 表面是蒸速度 实际是慢了 这个棋 王天一 这也走错了 他应该走组五行 是 马上这个进攻 对 马上进攻呢 他这个马的速度快啊 红方这棋定不住 但他走的 他是想先把兵 这个棋 这个棋呢 就是稍缓了一点 稍缓了一点 那么现在 由于时间关系呢 不能给大家说的 很仔细了 对 实际这般棋 我们要再讲 讲一个小时 还能讲到精进有为 对 我们从战术上 给大家说说 就是说这个地方 很重要 他走了一个 聚一瓶酸 聚一瓶酸出来 然后他这时候 并五行 主要黑方 红方这两部棋 使自己的速度 变慢了 对 而且这个也没有 刚才黑方应该下击炮 然后他足够筋 速度快 这个棋呢 黑方走的 也稍缓了一点 他绝对没去缓了 并三瓶四 这个地方很重要 他足够筋不对 这个棋走的不对 这不是得把物质保留住吗 这个棋啊 我跟你说 他应该走炮入间 炮入间 他如果吃中 他马五行三 黑方速度更比较快 就把冰 对 他可以借劲使劲 这个是另外一个概念 所以说我们半个小时 不能把象棋的 所有的关键 给大家展示出来 只能点到为止 这个棋 黑方应该气中冰 让你吃 它加快速度 对 而足够筋的这个棋 反而慢 这个棋 红方最顽强 应该走向五行七 先飞一个向 把这个马五行三 马五行四这些脚 全部把你封住 对 他将来 红方有什么手段 比如说你再走什么 炮入间二 我给你假设一个 对 他就有江 然后他将来有平兵 然后有进居桌 这些棋 对 然后底炮又有江 然后还有炮平二 反击这些棋 等于红方的这个 双军 居双炮也挺 对 我就简单的给大家 因为时间关系 我摆不得很细了 就是说红方啊 这棋啊 有这些反击的可能 对 但实际上 他是直接这么挑 他这个走法呢 也还可以 然后他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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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炮八进四 这招棋坏气 这招棋 这招棋红方应该 他不想打边兵吗 应该加强补适 不不 这个棋红方应该先走 聚三进四 盯不打 对 然后下部有 冰谷平六 有炮八平三 对 这个反击 红方这个棋也走假了 黑方正好平兵 红方打这个边兵 这个棋啊 这个真是时间太紧张了 最后我们看啊 这个结果 他平 这个后来也是 对杀杀不过的 对 这个棋就说红方呢 太想去进攻了 主要红方的这个 三路区出不来了 黑方 这个棋就说红方呢 太阳把这个狙装炮呢 走出起来了 但实际上呢 反而是黑方动得快 对 只能简单给大家摆 我们前面讲的要长了 后班呢 来不及给大家细讲了 平居住 就是总的来说什么呢 红方啊 图一时之快 想狙装炮阻杀 没有阻挡住黑方这脚步 因为红方呢 就是狙装炮呢 由于狙起不来 无法形成这个杀招 是 所以说呢 所以说呢 黑方就获胜了 对 因为你平方他 退马一僵 你出将他就算平六 这个红方只好 无奈地认输了 对 这个其实最终呢 就是红方由于 太阳反击了 反击的速度过快 也不到位 也到不了位 所以这个棋最终呢 黑方很快取得胜利 走到这儿 黑胜 那好 由于时间关系这番集呢 就为大家呢 介绍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好 朋友们再见 好 朋友们再见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